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的名秘定不去 李强代表 其实是没什么意思 那你问G20为什么他不去 其实之前讲了很多 也做回另外一种评论 第一 当然是由印度举办 其实这一次印度举办的G20 他之前已经做过一次预演 G20的旅游峰会 做了 G20的财长峰会 做了 另外有一次会议 甚至在藏南地区 这个是我们中国说法 实际上藏南地区 就是在印度手上的G21峰会 就在藏南地区那里 当日中国都没有派人去 那习近平是不是因为这样 大佬啊 那是主权争议 我的地方 你是不是真的在那里开会 是不是 所以当日他是没有出席 这是第一 第二 揣测的当然就是说 金砖五国去 为什么G20不去 很简单 就是金砖五国 习近平是一个领导人 是几十个国家的领头羊 就是他上到来 就是君临天下之势 无论是莫迪 或者其他人都要神仆去国家 所以一并就一百四十亿美金 所有人当习主席是蜜堂 但是G20峰会很不同 G20峰会是一大班人 所以一大班人 就全部的元首 齐齐穿民族服装 接着手拉手 大家拍张照 即是所有的焦点 不是在习近平身上 是平均这样 在G20的国家身上 虽然你可以占多少蝙蝠 但是你不是主角 而主办方是莫迪的话 那就就是说莫迪才是主角 跟过往不同 过往习主席去到哪里 开任何的峰会 都必然是万众触目 就是我走出来 闪光灯就在他身上 这次是跟其余十九个国家平起平坐 这样你说习主席 以现在今天的身份 他是天朝大国 他已经是终身制 可以无限期练阴 即是做皇帝 那你问什么 你们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观点 当然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 我这几天不停标榜的 就是主权争议 当整个南海已经超过了六个国家的投诉 汶内 菲律宾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已经集成一线 质疑南海 就是你的九段线或者十段线 还有台湾也都加入 至于周边地方 俄罗斯的黑核子岛 还有的尼泊尔 还有印度 大家都有一些所谓的领土争议 在这样的状况下 如果习主席出席 在这个高峰会上高 如果有些国家不三胜 提出这些质疑 以习近平 究竟我们的中共第一皇帝 会不会很尴尬 或者不知道怎么回答 会不会吵架收场 这个是大家所估计更重要的 就是现在中美关系 中国想退一退 美国逆步逆趋 好像雷蒙多 我之前说过的 所有中美的官员会面 他们只有目的就是先挖红 我不是要跟你做生意 但是我每一次来都在各方面跟你说 你这样不做得 雷蒙多一回到美国 第一时间说 就是中国现在的营商环境 令到美国的商人不适宜投资 哇 大大声说 就是说在中国的经济回暖 引入外资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改 而你改的必然就是符合西方国家的标准 这样的话 反正还有一场终极之见 不是之战 是终极之见 就是APEX峰会那里会见拜登 因为这个峰会是一早之前 在六月的时候已经敲定了 就是王毅已经去了美国递了各书 说到时习主席会去的 现在中国的外交出了极大的问题 好像俄罗斯今年的十月 将会举办一带一路峰会 习近平在北京延开白席 希望全世界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派人来 说万般来朝 万国来朝之势又再重现 但是有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叫俄罗斯 俄罗斯 他们说普京会出席 积极地参与 到今时今日 中国还没发出邀请陷给普京 也都没有承认过普京会去不去 那你就看到 现在习近平在整个外交上他犹疑不决 就是去不去 留不留 普京来 你给不给他来 如果他来的话 就是打破了中国的中立形象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 但是事实上他不停标榜的就是中立 当你要举办这些盛会的时候 别人举办我不来 我举办就当然要来 普京 结果普京说来到现在都不敢答应 因为只要他来 必然令到西方国家的不满 就是说你做的事全部都是假的 当然假就肯定了 大家都明白 但是不要赤裸裸裸地造成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对立 这样普京说来 究竟给不给他来 习主席到今时今日 他没有承诺 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也是习近平的作风 在外交事务上犹疑不决 一会儿就战狼外交 一会儿就努沙野 你回来乡下吧 不要去人家骂你 一会儿崔天海在悲鸣着 哎呀 跟美国沟通渠道都没有 接着转了的当然就是秦刚这个温和派 没多久 又有借锋 借锋的战狼外交又再出场 反复反复 无非就是举棋不定 就是习近平下着一盘国际大棋 但是你看不到他的真真正正的想法 他很想战狼外交 跟你们斗到底 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极差 一斗到底的话 分分钟中国的经济反势的话 中国共产党不能够维持 就是他考虑这一点 所以很多的层面上高 他会释出一些善意 你来啦 你来做生意呢 刚刚在服务的会议上高 习近平现身就说 哎呀 我们会加大开放 最紧要你们来投资 跟着你看到谢峰 在美国的纽约 直头一些会议上高 讲到明 美国佬你们来呢 我们会给你很多的便利 给你很多的利益 其实就是这些前后矛盾 过去中国是以利益挂帅 他每一次跟别人吵架 或者显示国威的时候 他就扔钱 好像德国法国那样 之前的苏尔茨 或者马克龙 访问中国的时候 哎 控纵巴士没问题的百多亿美金给你 大不一辉 以前是无往而不利 你看到默克尔不停地为中国说好话 你就明白了 但是去到马克龙 你看到这种效应是没有了 就是说 着数我要找 但是找完你着数 而支持你的外交政策 这个西方国家现在是不会做 也都令到习近平产生了一个犹豫 就是我扔那么多钱出去 挖空中国十四亿人民的钱包 但是得到的回报是极低 甚至是零 甚至还有负面的因素和负面的情绪 所以习近平在整个外交上高 他进退失去到今时今日 G20去还是不去 普京来和不来 这个才是最大问题 其实中国现在 所有的问题源于习主席 他是一个红二代 为什么源于就是一个红二代 就是彭博说明他有红二代所有的特征 如果在国内的时候走路都有风 全部都是第一 但是去到国外的时候 当他一强硬的时候 遇到一个极强的人就会缩 这个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七十几年 所有的表现只有一个不是这样的 那个叫做毛泽东 之后无论是哪一个红二代或者领导人 都有这种的倾向 江泽民是 当然邓小平另计 江泽民是 胡锦涛是 温家宝是 全部都是 有了所有的特征在习主席身上 就是一遇到 在中国里面我最强大 你什么都要听我说 但是在国际那里 当他这些这样的表现出来 就是为世界指明方向 但是当人家不听你说 即是说挑战你的极限思维 和底线思维的时候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 而战狼吵架究竟推不推 所以今天推下去 明天又收到消息不能够这样做 后天的又希望盈利外国的投资 这种这样反复反复再反复 和周星驰的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 是完全有得废 所以普京会不会真是在十月 一带一路的峰会出现 这个就看习近平 够不够胆倒这一步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赞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但ning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 harmony 无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尔满澳洲就快点找Kristi啦